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好所在 我是王志玉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現在 大家社會上也普遍 很多人都在討論的話題 就是我們看到了很多人的住家 如果很靠近學運所在地 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或者是你的住家 如果跟政治人物很接近 那又是有利有弊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這個話題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風水巨星 詹維中 詹老師你好 主持人來賓大家好 還要介紹的就是我們住商不動產 氣炎市的主任小甜心徐嘉欣 你好 小玉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要介紹的是財經專家汪傑民 傑民哥你好 小玉大家好 好 我們就首先來看看 最近大家都在說這太陽花學運 但他們一直在立法院 然後大家很多人是露宿街頭住在外頭 結果你知道當地 就有很多的居民站出來抗議 他說我們沒有想要抗議 我們只想要睡覺 但你們這些學生晚上都不睡覺 精力旺盛 害得當地的朋友們 實在是住得很不爽快 我們先來看看這段VCR 悶了17天 不突不快 太陽花學運風露加噪音讓一旁的幸福里壓力鍋終於爆發 幸福里一點都不幸福了 除了這商店 你們看像死成一片 完全沒有生意 完全沒有生意可以做 甚至我的理名已經有點神經衰弱 我們的居民去開的耳鳴跟他那個心智不振 那個就是耳鳴睡不著覺的那個硬商單 不是開玩笑 學運的激情吶喊已經讓住戶耳鳴三十幾位代表站出來 要學運還給他們正常生活 因為包括了鎮江街上的機車行 17天只賣了兩瓶機油 賺了三十塊 一面店業績也少了一萬多元 更別說是旁邊的咖啡廳 整整17天都沒有營業 還我安寧 還我安寧 不要噪音 不要噪音 住戶們也來呼口號 跟學運互別苗頭 他們不只要求關掉大聲工 關掉噪音轟炸 更希望學運可以退回立法院旁的青島東路 也就是鎮江街完全清空 還給居民 就是我活動人到這個地方好了 其實我們大量的群眾從這個地方走到賽島市捷運站 這個陸線他們還是非常非常多這樣的人 要不斷不斷流動 對於戰線縮小 學運代表坦承有困難 不過對於廣播的使用已經有共識 就是除了早上8點到12點 下午2點到8點外 都要用靜坐的方式來抗爭 看來幸福裡何時能幸福 就得看學運何時落幕 三立區黃衛鋒來掃 台北怎麼到 我們看住在旁邊的這些居民 他們也忍不住要出來抗議抗議對不對 傑民哥你知道當地很諷刺 他們叫幸福裡 結果他們現在說他們現在一點都不幸福 其實幸福裡真的如果沒有學運 他們真的很幸福 我們可以去那個附近看到 林營大道 對不對 小吃店 然後旁邊捷運都很方便 不論是善導師 或者你是要到公園站旁邊 他那邊其實很多都政府機關 你看有立法院 然後行政院在那邊 還有那個聯合辦公大樓嘛 所以你看一般的雇員 如果他沒有住宿宿舍的話 也在那邊租屋也比較方便 事實上那邊很輕優 因為公車基本上只有一兩班 會稍微轉個彎而已 大部分還是在外圍 所以你走兩步路你就有公車站 不論是中山南路 或者是中校東路 所以幸福裡坦白講蠻幸福 那你如果要遠一點點 再走兩步路坐個捷運 就可以到了台北車站了 然後你就可以坐高鐵到任何地方 對 那如果說我要去這個機場 那也是一樣 上了捷運轉個彎 就到松山機場了 對 所以那裡真的是一個 那將來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將來還有一個 不要忘記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 這是我們說的機場捷運 對 對 對 所以他們以後要出軌也方便 這是 目前幸福裡 如果沒有這次的所謂的這個學運 然後他們講的這個畫面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畫面 因為我有去參與 我知道 這個畫面的確是 所以你也拿著大聲工 擾了進去嗎 我沒有 沒有 我其實基本上只是跟三立連線而已 所以非常小的 對 就可以看到這畫面 那這畫面在前面幾天 是天天都這樣子的 因為他們講到半夜對不對 對 因為為什麼那時候是狀況是 因為那時候政府還不確定 到底會不會去立法院清場 對 所以這些學生就圍住了立法院 對 那個狀況是 只要有任何的證報人士進去 警察 警察去 他會點名 你剛進去15格了 出來15格 才能進去15格 所以他們要圍起來 我已經想 神哥那次我去連線的時候 那一次是學印的第三天晚上 是 那有傳言半夜的時候就要去攻堅 然後我正好是跟三立連線嘛 所以你也很緊張會被抬走 我就問學生說 那如果攻堅裡面 有沒有捍衛裡面的學生 那下面就很大聲 因為你知道 你看不到人潮 那個青島東路雖然不是很長 可是你如果都是人的時候 你真的看不到人的那個近端 就是黑鴨鴨的一片 一整片 對 然後他們一直喊的時候 那聲音的確是 所以兩邊如果住在旁邊 我們其實將心比心啦 如果你是住在旁邊的人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本來是很支持他們 但是當你每天晚上不能睡覺的時候 他們已經待在那個地方二十幾天嘛 是啊 真的是痛苦死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小甜心 在那個地方 剛剛我們傑民哥已經介紹 你看交通四通八達 然後呢 林蔭大道又漂亮 你說生活機能那個地方 生活機能非常好 它的房價呢 其實老實說 它那邊房價來說的話 算是相對不錯的 如果說我們以幸福利的周邊來說的話 它大概如果說是公寓的產品 差不多也要七十萬上下 那當然就是以現階段而言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住在那邊 就像剛剛傑民哥講的 除了生活機能方便之外 它的一個治安 其實因為它本身就在公部門的附近 所以它的治安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區塊來說的話 其實物件非常少是出 哦 對 所以其實那個地方就是你有錢 說不定還住不到幸福里當里民 對不對 那老師呢 那個地方我們看到了 雖然大家都說這個 從整個房地產的價值來看 那個地方其實不錯 但是你看現在 大家每次抗議都會去到那個地方 像如果我們買了一個房子 如果是這種 每次抗議就要來我家樓下的 這是不是真的也很不OK 所以居家風水有生肖風水 跟流年風水跟格局風水 是 先把內部的格局風水顧好 其次再參考流年風水 今年流年可能遊行多一點 我們要包容一下 畢竟它是短時間的 不是長久的 這我個人的想法 是 那我本身也住在中山區那邊嘛 同山街那邊 好到不得了 要到機場 要到捷運 非常方便 鬧鐘取靜 是不可多得的一個世外桃源 那世外桃源偶爾也會有暴風雪 台灣有時候也會颱風天 對不對 所以說風水的時候 最重要三件事情 一般的風水是只看什麼 叫做行煞 對 眼睛看 戴羅盤 那個不夠深入 我還有幫觀眾 還有幫那個客人有沒有 就叫陰煞跟衛煞 所以那種大聲工 如果半夜抗議就是陰煞 對不對 我會去那邊觀察它的環境 有沒有工廠 有沒有飛機場之類的 很多東西要衛煞 帶兩個鼻子過去聞清楚 那這是一定會有的 像我們說桃源的機場附近 一向是它的航線有沒有 有的是在你高空飛過去的 有的是在側邊 有的是在左邊 你要看清楚它的航道 航運的飛行那個航道 有沒有影響到你的聲音的品質 一天兩天沒關係 有時候去他家聊天看風水 才沒聊完兩句 噢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我們說飛機飛過去的聲音 這時候要注意到了 當你在機場附近的時候 當然那邊高樓層也不多 如果在機場附近的話 你一定要遠離太高樓層 因為會很大神 房子會選擇高嘛 高高有遠景的意思 它有陰煞的時候 你就要有所避免 第二個很多地方有陰煞的 胃煞的叫市場 對 市場的那個殺豬殺鴨啦 廚魚啦 髒東西會不會有臭氣 這時候你就要高高在上 遠離一樓的菜市場的市集的草 那麼味道也不會直撲我們家裡面 那麼壞風壞雪就不會來 其實就是我們說車道旁邊 類似這種的我們說天橋啦 快速道路的 它的高度可能是三樓 你就盡量買一樓或是八樓 這樣近煞宜低 遠煞宜高 所以它如果是三樓 我就最好不要買三樓 趕快閃 不是低或高 那麼造成這種的噪音 完全做區隔 有時候是浮音 有時候是摩音 看你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醫院旁邊 一樣是醫院招無路 開門見病 開窗見病 就是很可憐的病號 怎麼辦 你要遠離一個重點 就是救護車 時常進出的那個房子 整棟大樓雖然在醫院旁邊 但不代表 急診室這樣 我們就要面對急診室 哇 那個每天 心裡會想哪天換我進去怎麼辦 睡覺睡在半又有人叫了 是怎麼回事 這也是音炸的一種對不對 類似消防隊 我們是消防局附近的 也是一樣的情況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叫做車站旁邊 車水馬龍 以前我們在台北車站 車道旁邊都是貧苦人住的 他別人不行 他生孩子特別厲害 為什麼 有事沒事也不能聽 也不能看電視 就抱床上睡覺 燈衣關就開始增長爆鍋了 所以這噪音很可怕 這也是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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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 這到噪音精神衰落 是 最可怕的是這個 老師你不是住高樓層很好嗎 高樓層一定要遠離有風煞 風刀的 很多高樓層正好他周遭沒有房子 或周遭正好有天斬煞 有壁刀 整個風吹過去 轉過來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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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能一往如常 這叫做生命 潮起潮落 請住戶就稍微辛苦一下 稍微互相包容一下 那同學們也稍微冷靜一下 那有一個叫 就像我們家裡面有時候 會有人裝潢 樓上裝潢 限定是什麼9點以後 5點已經結束 再也不是天天裝潢 所以這是無可避免的痛苦 所以買房子 不要買那個太多住戶的 今天三樓裝潢 明天六樓裝潢 後天又四樓 整年都咚咚咚咚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不過傑民哥我們來看到 這一回不只是當地的居民 我們剛剛看到 還有做生意的店家 其實他附近真的是蠻多生意 你看像是很多政府機關 大家中午都要出來吃飯 所以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的餐廳 咖啡廳 大家談事情 什麼有的沒的 結果現在店家 通通賺不到錢了 他說好了 為了你住戶晚上可以睡覺 所以我的時間 我大升工可能就是晚上關掉了 但是這些餐廳 他們的營業時間 剛好是上班時間 對 其中有一家 剛才說的咖啡廳 其實那咖啡廳在當地 還算蠻有名氣的 然後想說那邊生意 其實那邊租金不貴 不便宜 一個店面租金一個月 至少是20萬到30萬不到 到這麼貴 對 差不多這麼貴 那最便宜的要10萬塊 那如果是那種 比如說是屬於 接近市區的話 大概20萬以上 就接近官廳的地方 都要20萬的租金 是啊 對 像那個咖啡廳的租金 就介於10到20萬一個月 那他這回整個月 20幾天沒有辦法營業了 對 所以你可以 他幾乎就是租金都沒有了 然後因為那邊生意 在一般狀況下 因為你知道 只要在辦公樓附近 你就不會缺你 沒有人去吃飯 對不對 像我中午到這附近來的時候 那個一下 這邊附近都很多的 那個辦公樓 對 那餐廳生意 一定是好到不行 是 那想想看 他們就說一句話 這些遊行的人 吃的喝的穿的 通通都有人供應 對不對 可是誰供應 他們去吃的穿的呢 所以生意真的掉得很可怕 那那家機油店 已經是所有的媒體都知道了 就是三天只做了三平生意 只賺三十塊 賺三十塊 對對對 那這個其實是當時的環境 因為他是整個把它封起來 因為最關鍵的時刻 就是因為那時候 好市長宣稱 那周圍是靜坐區 對 那只要靜坐區的話 一旦確認的時候 警察就會把那地方封閉 那封閉的話 你能想想 生意是這樣 車子靠近了 你好做生意 如果是人 那你想說這麼多人 如果不是來參加這種 這種遊行的 基本上也不會過去找麻煩 那甚至旁邊有一個 五星級飯店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新聞 已經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50個國家用不同語言 報導這次的學運 那烏克蘭還說yes之類的 那你想看 外國人想說 這個怎麼辦 要不要住那夫妻 所以他針對外國人 有特別折扣 我們知道那個飯店 基本上你要去吃他的餐廳 要預約 而且他的房子 如果說台北有什麼大的展覽 根本就是要提前訂的 生意好到不行 也影響到了 所以他針對外國人 都有一些折扣 所以坦白講 幸福里這幾天 真的有點不幸福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店面 在開在這樣的地方 感覺你看一整個月 都不用做生意了 所以我們在挑 這個店面的一個地點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因素 考慮進去 小天心 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講 就像剛剛傑明哥講 他其實在那個區塊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說的 我們說店面是有文室跟武室 那他那個店面的話 其實因為辦公樓的人 店面分文室 文室或武室 那文室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人潮經過的 那武室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比較像是 可能有一些倉儲類的 就是你可能車流經過的 這樣子的一個店面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以這樣子一個店面來說的話 那邊的店面有個特色 就是說它的坪數 其實都還蠻大的 像剛剛傑明哥講的那個咖啡廳 事實上我們雖然看它門面不大 但它其實裡面的周围蠻多的 那很多都是比如說立法院的助理 或者是說委員 他們如果跟人家談事情的話 有時候會約在那邊的一個周邊的一個場所 所以其實以他們的一個 營業的一個狀況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他們的一個收益都還 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對 那那邊呢 在整個中正區 我們看到那邊算是中正區 它的一個房價 有沒有一個數字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 它其實以在這個區塊來說 它不算是中正區最貴的房價 那我們從實價登渡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抓最常遊行的 台大醫院周邊500公尺來說的話 大概公寓差不多在50萬上下 那華夏的話大概是56萬左右 那大樓的部分大概61萬 那大家會覺得說為什麼這麼便宜 其實真正原因是因為 那邊其實也有上百萬的個案 但是上百萬的個案 他們其實很少釋出 那反而就是一些 屋林比較舊的一些個案 他們會願意在這個時間拿出來買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這種 比如說區域 它可能釋出比較少的個案來說的話 它的價格可能會跟我們一般民眾 認識會有一點落差 對 那田心我問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這一回其實嚇到很多人 就是如果說 當然一般的只想要安分守己 這個生活的老百姓 或者是在那附近 大家會說哎呦 那那個地方的店面 如果在那邊做生意 三不五十 萬一服貌又怎麼過 然後他們又不高興 他們又來了 那我這個地方店面會不會受影響 這只能說是天佑不測風雲 但是我們 太欺負我 對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其實你說以店面而言的話 還是要看他一般的狀況 這個其實問山老師會很清楚 就畢竟人流的部分的話 有時候有一些意外的情形 其實是不能控制的 是 那老師你會覺得是這樣嗎 還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想法說 如果常來抗議我在旁邊做一個賣涼的 萬一他哪天不是這麼多 這個很多物資供給的話 會不會也是大發力士 有時候其實可以借力實力 你的店的名稱叫做 也可以取個太陽花 什麼早餐店什麼 因為這樣的生命大照 每個人來路過 畢竟來一杯對不對 那我覺得還好 還好 如果說我借力實力 有時候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 所以沒有那麼多考慮 沒有啦 人潮 車潮 前潮 你如何去幫他做整合 是一個魅力 他剛剛講的房價 有點践踏我們中正區的房價 再提到二十萬一下 這位居民 居民有的意見 沒有啦 這是行情啦 其實那邊還不錯 根本買不到 沒有人要賣 對對對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所以那個價錢 會不會是很多是以前 他其實有一些人 可能先房子舊了 那他會把它賣掉 那當然比如說像詹老師 我在找啊 找那邊中古 根本沒有人要試出啊 而且弄個那邊中正區 弄個三樓五樓 一坪就要七八十 而且他們在那個區塊的話 有些人他們會把房子租出去 因為其實那邊離台大的法學院很近 所以其實離台大醫院也很近 所以有些人會乾脆在那個地方 就是他房子也不賣 他反正他就租給人 那租給人的話 他的一個就是 租金的一個部分也還不錯 所以就要吸收對不對 我昨天看紀南路中古屋 三十幾年了 紀南路喔 什麼舞廳的店面那邊 三樓一坪給我開九十幾 九十幾萬啊 對啊 那個統三街 那個畢竟比較高檔 比較大一樣 I'm sorry 那個比較高檔 好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麼稍後回來 我們要帶您看到 我們剛剛聊到的是這個抗議聚集地 接下來要帶您看的是 其實大家這個在買賣房地產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覺得不太想要跟政治扯上邊 像最近有個新聞就是我們連勝文 他要找他的競選總部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沒有人願意租給他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他一開始沒有跟他講清楚 如果我覺得這個人當市長有機會的話 你就租給他 我一定租給他 我很客氣的 你的意思是房東覺得他可能不會選上的 五都大選 那不巧那時候以五都大選 你不是全部命中嗎 勾起我的驕傲 真的 真的